世界准神 特鲁姆普 作为夺冠头号大热之一 奥沙利文 丁俊辉下半区最大劲敌 2024世锦赛舞台的首轮 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战斗方式 他如今最可怕的迎球方式 居然不是他最犀利的核武器 蛮横无比的世界准度 而是在防守端 呈现给大家的恐怖持续控制力 一攻一防 两大核武器 直接让在球坛上 一向都那么无所畏惧的瓦菲 也一而再三挠头不已 陷入深度阵失 其实进入比赛最关键转折时刻的第十一局 瓦菲已经是够谨慎小心了 可他万万没想到啊 自己防住了准神的犀利进攻 却没堵住 他的同样炸裂的防守 这一上来就这么高质量的斯诺克反制 他还能说啥好呢 果然解球漏球 就妥妥宋小特进攻机会 7 8 世界准神的流畅进攻火力 瞬间就被燃点 14 Rumble 19 25 28 29 虽然,在围球细腻度,与奥沙利文,老巫师,甚至是丁俊辉相比,还略有那么一点点瑕疵 单单34分之后,球入中段,让他不得不又一次发起安全球防守大战 30分之后 你稍稍不注意,他恐怖的长台命中路 又让他轻松就掌握了比赛主动,然后不紧不慢地,给波斯王子,又整上这么一杆斯诺克 瓦菲,又一次不得不陷入了漫长的思考 一再比划路线之后,还是躲不过结束 小特再次掌握进攻主动 12 13 18 虽然在母球的走位掌控力方面,依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 但他似乎也彻底告别了年轻时期,那沙玛特发型时的打球特点 没有十足把握的时候,绝不抢球 24 进退有度,攻防有序,一直牢牢掌控着比赛节奏 特别是自己掌握着超高长台命中率,这样的大杀气的情况下,这世界准神就成为Bug般存在了 12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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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哪怕是运气不佳 K球效果极其不理想 可在攻防手段的无缝转换上 他又能是给瓦菲上了一次赛场教学 防守官那么严谨 进攻时又这么猖獗凶狠 有这样的打球底蕴时 哪怕幸运女神一再找麻烦时 她还是这么同龙淡定的展规局势 我给你弄了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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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 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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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在是太炸裂了 红球洒满台 可瓦菲 能是没有找到下球的口子 想了整整100多秒 只能退而求次 用这样的疯狂的绕台 去破解局面 结果 不仅送出了六罚分 还直接又保送小特上手 五罚分 七罚分 不过,说实话,这样的母球控制力,也确实是小特的硬伤之一 若能在母球的掌控力上,能追赶上奥杀利文他们的话,那世界准神,真就无懈可击了 23 Rumble Jotrum 23 但就算没有这样的顶流控球能力,可依靠恐怖的超强准度稳定性的加持之下,他又一次掌控比赛 1 3 10 11 17 18 23 24 24 4 2 2 2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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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